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IOH講座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三年級歐毛勳 那在這邊的話呢,我們要先感例來自台灣台北 藍金隔一門的林經理 他鼓勵我們一句話 人生定外及努力一樣重要 那這是我的目錄 我等等的話呢,會從物理系在做什麼 一直到我大一到大三的事情 以及我的課外活動,例如說中央的劇團 或者是家教等等的事情 那這邊的話,等一下就會開始物理系的自我介紹 還有我自己的出生歷程 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我們等一下就會開始講說 我到底從哪裡來 然後我經歷了哪些事情 然後導致了現在的我 第一個,我想介紹的是我的家鄉高雄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高雄呢? 因為高雄常常被人家講他是一個熱情之都 高雄人都會有個特徵叫熱情如火 這個熱情不端是對人 對事情也是一樣 所以照舊我很常就是 看到有些事情很有趣 我常常就會去做這樣子 所以這算是在高雄出生帶給我的一個特性 好,那這個是我在西紫灣柏爾拍的 柏爾那邊拍的一個影照片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我是在做展場的工讀生 OK 那下一個東西我想跟你們介紹的是 人生的轉類點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個呢? 其實你們會看到 欸,中央大學感覺應該是很會讀書的人 然後應該是從小到大就是乖乖排的自由生 不 我嚴格意義上來講 根本不是一個所謂的好學生 因為我一直在高中之前的話 我都是 所謂人家講的小混混啊 八家九啊 跳過陣頭什麼的都有 那為什麼我會突然想要讀書 然後想要改過呢?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我爺爺也告訴我一句話 他就說啊 吳孟宇 你如果做流氓做到大為的話 我不會阻止你 我會幫你拍手 可是如果你做流氓做到被關的話 我絕對不會去看你 那我想一下 這句話改變了我很多 對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要講下一句 人生有悔,心中無愧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句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悔跟愧這兩個字好了 悔這個字啊 代表每件事你都一定會後悔 因為它是美根心組成的 那愧咧? 愧是心中有愧 所以我想告訴你們 做任何事情都一定會有後悔 因為這是機會成本導致的 可是你只要在當下 甚至在未來 你對你做這件事情 你心中沒有愧疚感 沒有愧 那我覺得的話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說鼓勵你們一句話 人生有愧,心中無愧 那下一個是白費力氣 常常我聽到很多人會跟我說 欸,我幫你做這個 做這個打工 好像沒有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幫助 或者說我幫你做這件事情 對你的人生好像沒有什麼幫助啊 之類的 可是 I don't think so 我真的不這麼想 因為我覺得啊 所謂的人生 它不就是一連串的積分嗎 把你所有的人生經歷 一直積一直積 積到現在 然後導致了現在的你 舉例來說 我有做過外場 還有前面講的 我做過展場的工讀生 以及我做過家教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啊 前面兩個 外場跟展場工讀生 那對我很大的一個幫助是 它會告訴我 怎麼跟人應退進退 舉例來說好了 在展場裡面工作的時候 很有趣的現象是 我們一天大概會接手 四五百台相機 那在接手的當下 有些客人可能拍不到 他不高興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 要怎麼用客人的角度 去跟他說啊 或者是 有時候小孩子 可能不懂事 想要去摸一些展覽品 那我們要怎麼用他們的角度 去告訴他們這件事情 那家教的話呢 主要是告訴你說 欸 你要怎麼樣 把你學會的東西 咀嚼過了 然後再吐出來給學生 讓學生可以 花比較少的時間 就可以理解 這個東西到底 他的思考流程是怎麼樣 或者是他怎麼想的 那接下來我要講我的學校 中央大學 那中央大學的話呢 他的校訓是陳樸啊 所以你會看到 他這個字其實 你就可以去查 他就 中央大學的人就是 很誠實 然後又很樸實的人 那我自己看到的話也是這樣 他們都是很 在我接觸的同償裡面 他們都是很有熱情 很願意 去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人 對 那所以也鼓勵 一些鼓勵大家 能夠像我剛剛說的一樣 去認識不同科系的學生 然後多去了解他們在幹嘛 那這就是你在中央會得到最寶貨的資產 人 那這就是我們中央大學的校碑啊 那我們中央大學的話呢 他你進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前面有一條很長的中大路 大概 大概快一公里吧 然後上來會有個圓環 圓環上來之後 你就看到我們的校碑 那接下來我想要跟你們介紹的是 大一新生最關心的 食一住行四個字 第一個我想講食啊 通常在中央裡面 你不是吃校內的學餐 你通常就只會去兩個地方吃 如果你沒有車的話 第一個 你會去吃宵夜街 宵夜街顧名思義 它會有很多宵夜的類型 例如說常聽到中壢最有名的好兇蛋餅 或者是 現在開多開了好幾間的鹹酥雞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喜歡吃宵夜的人的話 那中央會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第二個東西就是正常晚餐啊 午餐我們會去吃的地方 那地方是後門 後門出去的話會有一條路 上面的話有很多的餐廳 那舉凡你想得到的 西餐 中餐 或者是義式餐廳 或者是日式料理 我們也都有 對 所以說 中央後門啊 跟宵夜街兩條 就是我們主要在吃飯的地方 接下來是一啊 其實很有趣的是 來中央之後啊 幾乎買不到衣服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來中央之後 通常講一個戲會有戲服 再來是一個院會有院服 再來是每個年級 會有每個年級不同的衣服 然後又到了銀心 你會有一件銀心服 然後如果你有跑社團 你就會有社服 如果你有跑銀隊 你就有銀隊服 等等的 所以你的衣服其實根本都不用買 因為你的衣服會讀到穿不完 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我想講的是住 住這個東西是什麼 住的東西 如果你是很有 很幸運抽到宿舍的話 男生的話會有九色 十二色十三色 五色六色 那我今天想特別講三件宿舍 叫九色十二十三 九色的話 如果你們抽到九色恭喜你們你們很幸運 因為九色最近剛翻新而已 所以它裡面的器材啊什麼的 都跟人家新的套房一樣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再來的話就是十二色 十二色最有趣的地方是 它床上有插頭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床上做事情 就把你的電腦搬到床上 它有床頭櫃 你就可以 冬天的時候 你就可以整天都在床上不下來了 這樣子 但還是要下來上課啦 接下來的話是十三色 十三色的話 它是中庄大學收費最貴 但是也是最舊的宿舍 對 十三色的話 它很有趣的是 因為它蓋在半山腰上面 所以你從中庄大學一進去 你會看到的是它的五樓 而不是它一樓 因為它一樓在地底下 所以我們常講 一樓二樓三樓都要特別注意 小心會有蚊蟲啊 或者是一些昆蟲之類的 我們通常都會擺 擺一些蚊箱在裡面 讓他們可以去取蟲這樣子 那接下來最後一個是行 行的話我們分了兩種 一種是有車的 一種是沒車 有車的就很簡單嘛 有車的話騎出去 你往中立車站方向騎 它就到車站了 那你往高鐵站方向騎 它其實離中央都很近 大概五到十分鐘 就可以到的地方了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機車的話 怎麼處理呢 有兩種方案 第一個是坐公車 現在中央校內的話呢 會有一三二啊 或者是一三幾之類 等等的公車 你可以在中央校內搭公車到 中立市區 或者是到高鐵站都可以的 那第二個方法 如果說你自然是一個體力還不錯的人的話 中央大選裡面 最近新增了U-bike的站 所以你也可以騎車這個樣子 順帶一提 如果你要在中央大選裡面行走的話呢 其實很可惜 因為在去年 我們中央大選本來有一個公共腳踏車的制度被廢除掉了 所以說如果你在中央的話 想要在校內 建議你買一台腳踏車 然後只是記得要鎖 半會被偷 中央大選腳踏車很常被偷 好接下來我想介紹的是 營隊跟義武活動 那在中央啊 有三分之的人都跑過所謂的活動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中央的話呢 社團比較不興盛一點 新盛都是營隊 或者是一些外面的藝文活動等等的 那你會看到中央有23個系 大概平均有超過20個系以上的都有營隊 那藝文活動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比較慢慢在崛起 例如說我剛剛講到的劇團 或者是一些音樂節等等的 中央大選裡面 也會有很多這樣子類型的資源 那下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我在經營的劇團 中央大學劇劇 他們我們的一些公演的照片 這樣子 那這四張的話分別是 左下角是我營隊的照片 那右上角的話 是我大二在演戲的時候的照片 那 左上跟右下呢 這兩張呢 是我這次在當編導的時候 我們在 中頻故事 中頻路上的小言圈做的演出 這個樣子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聚聚這個粉絲專頁點讚 下面應該會有slogan吧 對對對 好 那下一個我想要介紹我的系所 就像剛剛講的一樣 我是物理系的 那首先要先介紹一下物理學系 那物理學系最重要要幹嘛 在思考推論跟實證這三個領域去做結合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所謂的物理啊 它其實就是萬物的道理 它去發現了一個事情 你要去思考 欸 這個現象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再來 你去推論 你可能看一下有什麼理論啊 可以套在我看到的這個現象上面的 或者是 用你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套理論去解釋這個現象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實證 實證的話就是在科學裡面常講 我們必須要有可證為性 就是你要一直重複的去做 欸 它可以一直做出來 那就代表它是對的 OK 好 那下一個 這就是我們中央大學校 物理系的系館這樣子 那我們分成 我們是一個七字型的一個建築 那旁邊你會看到很大一片湖 就是很漂亮的就是 總大湖這樣子 那 通常物理系的話呢 我們是在一樓到七樓 那上面的八樓到十樓的話 會是太空所跟物理研究所啊 或者是天文所的教室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在中央大學裡面 很有趣的是它並沒有所謂的擋修制度 所以說如果你不擋修的話呢 你就可以大一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修大三的課啊 或者是大四的課等等的 你也可以修塑板的課 他們都是不擋修的 對 那就看大家怎麼抉擇這樣子 好 下一個我想介紹的是 男女比十比一 在中央物理系裡面啊 其實人數很少 大概只有五十五個人而已 那五十五個人裡面呢 通常我們這屆啊 是五十個男生五個女生 那所以這就鼓勵中央大學 那個物理系的男生 可以多往外面發展這個樣子 可以多認識一些不同社團的人啊 或者是說不定就可以這樣擦出 愛情的火花 好 下一個我想講的是 論述是一切東西的總結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你看嘛 你看嘛 就像我剛剛講的家教一樣 你要能夠把一個東西完整說出來 第一個你要什麼 第一個你要自己讀通了 第二個就是你要轉換成自己的話 這樣的過程啊 你要是可以做到了 其實 那就代表你把這個東西學通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樣 有些人教過程很簡單啊 教過程比較難一點啊 就是因為難度不一樣嘛 所以你在統整出來的時候 你要再轉思成自己的話 再講出來就會有一定的難度 那這邊的話 我想要告訴你們 失而不學則忘 學而不失則待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常常很多人就會去想說 欸 這個物理啊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想一想 然後他覺得欸 這樣合理 然後就講出來了 可是他實際上來講 他可能讓我考慮一些東西 或者是 這個東西早就已經有人做過了 所以的話 就要告訴你們 記得 思考完之後要去學習 然後把你 學到的東西 combine在一起 跟你思考上 combine在一起 那學而不失則待 也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學好了 你不去思考的話 那等於 其實就等於白學 所以就鼓勵大家 是而不學則忘 學而不失則待 好下一個 我想分享我從大一到大三的生活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我從框架中解脫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 以前啊 我是一個通常會用數學去思考物理的人 可是到了這種物理系之後呢 我慢慢的發現了 我會跳脫出我既有的一些數學框架 或者是我們常講的一些物理框架去看事情 去透過我們看到的類似的現象 來做對比 來做 combine 那 這就是為什麼我來說 從框架中解脫 因為你不再局限你的視野 在物理這個領域 通常你會把 物理系的這個領域的一些現象 拿起來 拿到根高層去看說 欸 那到底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有沒有辦法可以套用這個樣子 那這就是我從大一到大前 學到最多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時間控管 那我這個在後面會講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必修課 你看到上面的話 我們中間物理系的學字啊 分成兩派 第一派叫假字 就是傳統的物理系 所以就是 你一開始要先上譜物啊 然後上 應用數學 然後再上力學 電磁學 熱力學 量子力學等等的 那 可是在以字的話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基礎物理 一二三四 那這四門課分別對應到的 就是我們講的力學 電磁學 熱力學 跟量子力學 那 我想講的是 在以字裡面啊 他跳過了所謂的普悟 因為他覺得普悟它其實就只是 四門課 簡單版放在普悟 那為什麼不要一開始就直接上四門課 然後讓你去學習呢 所以老師就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有想法的教授 就把這個東西改成以字 那 好 那以字啊 它跟假字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你會覺得它 很多人會覺得它可能一樣還是考試啊 讀書之類的 那這邊的話我想講一下它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在以字裡面來講啊 它主要都是用自修的方式來呈現 那以字的詳細資訊 我等一下會在後面以字那也會講 那接下來這就是我的課表 就想告訴你們的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啊 你不只可以修物理系的課 你也可以修像 你會看到資料結構 那就是電機系的課 你也可以去修這個樣子 或者是任何你有興趣的課啊 你都可以去多方嘗試 在中央裡面其實全課這塊是很自由的 好 那物理系 很多人會覺得物理系到底在幹嘛 難道是在算數學嗎 還是 在做實驗而已呢 還是在寫程式呢 這邊我想告訴你啊 其實都有 這邊的話就是很明顯的三個派別嘛 大部分在算數學推理論的就是做理論的 那大部分在做實驗的話 就是我們講的實驗物理學家 那寫程式的話呢 就是現在新興的一個學門叫做模擬 simulation 那你就可以用程式啊 透過你得到的方程式去模擬 這個現象到底會發生什麼樣的結論 這個樣子 那其實物理系的話 並不侷限在於說 你一定要算數學或是實驗 或者是寫程式等等的 因為我們大三會有一個專體制度 那你也可以做一做 讓大三大四這兩年讓你去嘗試說 我們到底 你到底適合什麼領域這個樣子 好 那 當物理系 到底是要當老師啊 還是做研究啊 其實 不一定耶 不要侷限自己的眼光 像我知道的話 物理系是蠻多人有 會去當老師啊 也會留下來繼續做研究 可是更大一部分的人 他們可能會往科技也發展 例如說 做電漿的你就可以去台積電啊 或者是做電波 你就可以去台積電 做一些前端製程的研發 那有些人也會往金融業發展 去做金融啊 金融方面相關的 然後把物理系學到的這一塊啊 統計啊 或者是樂物理的知識 拿去經濟這方面來使用 這樣 那還會有人去做軟體業 對 那你要怎麼把你得到的數據 做分析啊 這個也是物理系在做的 好 下一個就是我自己做的圖 因為那時候很不爽啊 這是 從拜拜啾啾裡面的 他 公開的一個 那個 空白的對話框 然後讓我們可以自己 自己去填空這個樣子 那所以這邊很感謝拜拜啾啾 好 所以這就是那時候 因為很不爽啊 就是 有人一直問我 然後柯西島在幹嘛 然後剛好有這系列的圖文 所以我就 自己做了一張圖 這樣子 好 接下來到了印象最深刻的課程 那到底有哪些呢 那我們來一起看一下 好 接下來就是我剛剛講的基礎物理啊 這門課是中央特別有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在基礎物理裡面 它不像傳統的物理系一樣 一定要 要求你去 算數學或者讀書 我們更要求你的是 你去自學 所以我們一個禮拜通常 例如說我們在上帝學的時候 可能一個禮拜 就會看一張到兩張的內容 然後看完之後呢 你就要用最刺激的欄 你就要用英文去打 預報跟捷報 預報的話就是你 預先學習的東西 你要把它整理成250字的內容 打在報告裡面 那打到報告裡面上傳之後呢 等到你上完這堂課了 老師在上課的途中 會叫大家上台分享說 你這個禮拜讀了什麼 那你這個禮拜內容有重點有什麼 然後老師會在下面 給你一些提示 或者是重點等等的 那等到你上完這門課 你聽到其他同學分享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去回頭 然後再把老師聽到的 老師講的 或者是你聽同學講的 然後再寫成捷報 就是結果報告嘛 然後寫一寫也是250字 統合出你自己的內容 然後上傳到 可能資料夾之類的 對 那就是中央獨有的基礎物理制度 那下一個是實驗物理啊 實驗物理的話 其實在中央裡面算是 時間很老的一門課了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實驗物理 我們跟其他物理系的實驗物理不一樣 我們不做服務實驗 很多人聽到這邊會說 物理系不做服務實驗不然要幹嘛 我覺得我們心理上更著重的在於 你要怎麼樣把理論轉換成現實 所以說在大一的時候 老師就會教授我們 怎麼使用電子學的儀器啊 例如說 放大器 OP 或者是一些BGT啊 三集體 或者是DAID 之類的等等的東西 怎麼去透過這些東西來 都出一個成品出來 那大一下的話我們就會進機械工廠 同時還會寫程式 我們就會進機械工廠說 怎麼樣利用一些車床啊 或者是洗床的技術 來做出一個屬於你的實驗架設 那同時在大一下的時候 我們還會教授你怎麼寫程式 就是讓你透過程式來去分析你的實驗數據 那大二上的話就是會 老師會給你一個小主題 例如像我們那時候做的時候就是音訊處理 那你要怎麼用 透過聲音的一些特徵啊 然後去做出一些設施 例如說我們有人做拍手定位 有人做變聲器等等的 我覺得蠻好玩的 那大二下重頭戲就來了 就是我們這邊這張照片講到的小年會 那小年會是什麼東西呢 小年會是從模仿物理年會的制度 他告訴你在這個學期裡面啊 第一個你要學得當自己的主人 第二個你要學得當團隊的主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你在整個過程中 實驗主題是老師會給你好幾個主題讓你自己挑 所以你挑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你的實驗架設 你要怎麼架 然後你要怎麼規劃 再來是你要怎麼觀測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的潛難你要怎麼運用啊這樣子 他會給你一個足夠量的金錢 大概兩千塊到三千塊等等 讓你們自行去發揮說 我應該要怎麼使用這些 我應該要怎麼使用這些錢啊 然後還有一些實驗架設 來做出一個設施這個樣子 好下一個 這門課我想講的是表演藝術 這門課很可惜啊 現在在中央已經停開了 但是為什麼我想特別講這門課呢 是因為他讓我在表演裡面 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 因為以前我們以往在跑銀隊的時候 常演的是銀隊的劇 會做一些很浮誇的表情啊 或者是一些很不貼近 人真實在講話的時候的一些心境 那可是當我上完表演藝術之後呢 我學到一個東西就是 其實戲劇啊 是讓你 它就只是 第101個人 人生中的某一個片刻 你就只是把它拿出來演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演得那麼浮誇嘛 你一定要演得那麼假嘛 沒有吧 它就只是忠實的反應你的人生而已 那這是我在這門課學到的東西 這個樣子 那下一個我想講的是我的課外活動啊 那課外活動可能就會有劇團啊 跟 痾... 夾角這塊之類的 那第一個我想講的是 是中央劇團 我們是學生劇團 然後叫劇劇這個樣子 那這邊我想特別感謝一個學長叫做 江奕修 他現在是大舞 那也是他在中央找到一群喜歡戲劇的人 然後我們就這樣聚在一起 然後就做了好幾場公演這樣 那前三出都是他做的路邊攤價格跟畢業考 那價格跟畢業考的話呢 價格是我有參與演出的第一齣劇 那下一個龍樹根的話 就是我自己親手編親手倒的劇本這樣子 那想先講一下價格 價格的話呢 它主要在陳述說 一個藝術品的價值到底應該怎麼樣去定義 一塊木頭 如果藝術家隨便跟你講說 它是一萬塊兩萬塊的話 你會買嗎 可是如果是畢卡索跟你講說 它是一萬塊兩萬塊的話 你會不會買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所以說在價格裡面啊 我是當演員的 我覺得演員最有趣的是 你要怎麼樣把一個劇本 換成你自入第二個人生裡面 然後去演出來 對 那接下來我想講的是龍樹根 那這也是我第一齣編導的劇 那這齣劇啊主要的內容在於 描述一個根 例如說 如果你在高雄長大 台中出生 高雄出生 台中長大 然後在台北讀書 然後在台東工作 那這樣你的根到底在哪裡啊 工作的地方嗎 還是出生的地方 又或者是你建立家庭的地方 那這些一個一個一個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做探討 然後 我覺得做編劇跟做導演 最有趣的就是 編劇的話你可以天馬行空的 把你想到的很多的東西啊 或是你想講的意象 透過一些 例如說在龍樹根裡面 我就擺了一個公司要苦茶 來象徵人生的苦 然後來去做呈現 這樣子 那導演最有趣的地方在於 你要怎麼去 看演員 然後給他們一個事實的建議 不要破壞他們本來原有的完整性 然後同時能夠讓這個劇啊 更上一層樓這個樣子 那這就是我在劇團裡面學到的東西 那下一個我想講的是家教 家教的話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呃 很多人在大學的時候都會接在家教 那大部分的家教都是什麼 大部分的家教就是 上課可能就拿一本講義啊 講一講啊 然後帶你算一下題目 可能就結束了 可是我做家教的時候 我喜歡的是一直問學生問題 我喜歡帶領他們思考 對 那我常常問他們說 欸這個東西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們有去想過它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嗎 那這個就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這樣子 但是這邊不是我想要講的重點 我想要講的重點是 做家教啊 最重要的是擺脫上下階級 然後深入去了解學生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啊 在學校裡面 老師跟學生太有距離了 所以以至於老師要應付很大一半學生的時候 其實你不能去知道說 這個學生到底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他可能有讀了 但是讀的方法錯誤 或是他根本沒讀 但是他可能心裡面有什麼事情這樣 那這個時候家教就可以再從中 來幫你去找出這些問題點跟症結點 然後來解決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成績提不提升我覺得反而是其次 重點是你要怎麼讓學生能夠對學習產生的興趣 然後能夠找對方法學習 好 那這個就是 我自己 剛剛講了嘛 做完家教之後 你就要自己把很多東西啊 咀嚼過 然後吐出來 這就是我咀嚼過 吐出來的結果 雖然說我的版書有點醜就是了 然後這是我在一個家教學生家裡面上課的內容 家裡還有百般非常的厲害 好 下一個我想講一下我到底有什麼經驗這個樣子 好 首先我想講的就是跟剛剛一樣 家教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則義 我覺得很重要一個東西啊 是說你不應該 現在很大部分的家教都做到解惑 他可以很明確幫你解決你的問題 沒錯 因為相信能夠接家教的 對於高中的課業一定會有基本的認知 那他也可以授業 他可以把它自己咀嚼過東西吐出來給你 思考過的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傳道 你要怎麼樣告訴學生說 你到底想不想要讀書 或者是說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要讓學生知道他的未來在哪裡 他才可以對現在的事情認真 那如果一個人不知道未來在哪裡的話 他要怎麼樣去讀書 他就只會閱讀就覺得說 啊高中都在讀書啊好煩啊幹嘛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除了一部分幫學生找到他的未來以外 另外一部分你也要告訴學生到底 做人的道理是什麼 例如說你該讀書的時候就要認真讀書啊 或者是 有些東西就是你必然要去面對的 那你要怎麼去面對他 然後處理他 接受他 放下他 這個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在家教裡面學到的體驗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可以來問我 那我這邊有一些家教的資源 或者是我之前自己編的一些講義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怎麼教這樣子 好 下一個我想講的是 程式自學跟醜組團隊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話呢 是在做物理這一塊的模擬 模擬 模擬的話是什麼東西 就是用程式 然後把 來解方程式 然後去做一些數字的運算 這個樣子 那程式自學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我覺得程式自學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去網路上超code 第一步真的是先從超開始 先把人家的東西抓下來 誒 或者是把課門上翻 你自己照著打一次看可不可以跑 誒 發現可以跑了之後呢 天啊你就要去想啊 誒 這行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去慢慢的改變參數 這個樣子 於是我程式啊 慢慢越學就越有興趣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就跟幾個好朋友 然後我們現在在寫APP啊 然後打算來賣錢這個樣子 所以說還蠻有趣的 好 下一個 從演員到導演 我覺得最不一樣的是 演員的話 你是負責演出來 二十分鐘 在那短短的二十分鐘裡面 你要怎麼樣把另外一個人的二十分鐘呈現出來 所以演員要做的功課其實很多誒 舉例來說 如果今天導演給你一個劇本 那你就要透過導演啊 或者是編劇給你的劇本 裡面的蛛絲馬跡 去找出說 這個人 過去是怎麼樣子的 你要從無到有幫他架構一個人生出來 那 這樣子的話 你才慢慢的進入到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我們常說很有趣的是 演員常常會有職業傷害 因為有些演員演一演啊 他通常 就會進到那個角色裡面出不來了 就算你演完戲之後 你還是會有一些脫不出那個 乾淨的東西 所以說你看到演員的話 記得要跟他們說 你們真的很厲害 好接下來我想講的是編劇啊 編劇剛剛前面講過 他就是 透過探討某一個議題 然後把這個議題發展成一套完整的劇本 那透過可能裡面有一些荒謬不羈的對話啊 或者是一些物品的意象 然後來做出一齣完整的劇 然後讓觀眾能夠透過你的台詞 進到演員的心裡面 進到演員的人生裡面 那導演的話 導演可以說最重要也最不重要 因為如果演員好 編劇也好的話 其實導演會很輕鬆 導演的話就只要 欸 你這個動作稍微改一下 欸 你這個動作稍微改一下 那 可是 導演最大的功能到底在哪裡啊 導演最大的功能在於 他就是一個觀眾 你要怎麼樣 透過一個有專業 專業水平的觀眾 去告訴 台上現在在演員演戲給你看的這些演員 告訴你說 我覺得哪些動作 跟編劇想要表達的意思可能不一樣 或者是哪些動作 跟演觀眾看到的 跟你們想要表達出來的可能不一樣 所以你的動作要怎麼修正啊 或者是你的表情應該要怎麼修正 或者是你這時候應該要要哭要笑等等的 那這些都是導演要做的工作 好 那下一個 這就是心得與收穫 那等一下我就會分享一下 我到底講了哪些東西 我到底做了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大一到大三 到底 學到哪些心得 又收穫了哪些東西 這個樣子 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大學三年我收穫了時間控管 這件事情 怎麼說呢 因為 剛剛看我講那麼多次嘛 又有家教 又有劇團 又跟人家一起寫程式 然後又有自己本科的專題要顧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時間控管 你要怎麼樣把你的時間 分配好 休息時間分配好 然後 上課時間也分配好 然後透過你的一些零碎的時間 來去做這些妥善的運用 這樣子 所以說希望大家 能夠學好時間控管 因為這方面真的很重要 好 下一個我覺得是 專心的做好一件事情 那這個的話 是我最近體悟出來 因為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因為我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很難 難免的時候很容易就會發生 可能我知道兩百分的精力 但是我學要做四件事情到五件事情 明明我可以把兩件事情做到一百分的 但是因為我做了四件事情或五件事情 我可能每個人都只有五六十分這個樣子 對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的是 專心做好一件事情 是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專心做這件事情 不要想其他事情 你可能就播一個小時出來 他就是他的 其他人怎麼看到你 問你其他 其他你現在在接手的事情都不要管 就是專心的在當下 把這件事情好好的做好 等你把這件事情處理好之後 再處理接下來的事情 這樣子的話 才會是比較好的一個 當你身接很多份東西的時候 的一個措施這個樣子 好 那最後我想分享的是 從健三是三到健三還是三 這邊想鼓勵 如果想要來讀物理系的 大家一開始進來 都會覺得 物理應該跟我高中學的一樣吧 很簡單吧 所以你會把一些物理看得很簡單 那慢慢的慢慢的 當你可能做實驗 然後做理論 隨著你實驗技術的延伸 或者是隨著你數學技術的延伸 你又慢慢走進人家物理 裡面一開始 他們到底怎麼把這個系統 或者是把這套理論架起來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 他好像跟我學的不一樣 就到了健三不是三這個地步 可是很多人就會在裡面兜 他就會覺得說 其實物理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那我想告訴你們 最重要的是 記得要兜出來 等你進去了 把一些實驗技術 跟數學技術 學到之後呢 記得要走出來 回頭把 你學到的東西 跟你一開始 認知的東西 combine在一起 然後在你的腦海中 組建成一幅新的圖像 可能 他的概念就很像是 可能是從一個 小孩子畫的山啊 到一幅潑墨山水啊 你可能 在畫潑墨山水的時候 你可能看不出來它是一座山 有些人就一輩子都指著在那個過程裡面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的是 當你畫完山之後 你應該要把畫拉遠看 欸 這跟我原本畫的山長的輪廓一樣 可是 他畫的比較精美 這樣子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想分享的內容 那 謝謝大家收看我的講座 我們下次再見